包含就是有關輸出直角三角形 三角形假設有13列好了 那每一列的話縱向就是1到13個的話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另外當然我們可以做出那個從直角三角形 然後再變化出這個雲端白板裡面的第三 等於是回圈第三個單元 然後再變化出前面再加上那個空白部分 然後最後的話做出一個等腰三角形 OK就是類似像這樣 就是本來是前面沒有空白 然後慢慢變化出前面有空白 第一次是1到13列 那1到13個星號 那裡面比較重要的部分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這個 可以用星號去乘就可以了 那寫的方法其實最簡單就是乘上幾個 那幾個的話可以用I來產生 那當然我們前面有個4圍圈 4I等於1到14 14是停下來 所以理論上它會從1 這個I的值會先1 然後下一個的話會2 一直到13 所以輸出的話剛好就是我們要的結果 1到13 那在變化的部分的話就是說 再加上空白 12個空白一直到沒有空白 加上前面 有點像剛剛靠右對齊 另外的話再把它顛倒過來 OK 然後最後的話呢 其實甚至可以做個等腰三角形 同學問到 如果我今天要做個菱形的話 菱形不就是下面再補一下 等腰三角形 如果我要把它變成菱形的話 那下面部分的話 等於是把上面這一塊 有沒有 然後再顛倒另外放 所以這個13 這個應該是13 乘2-1吧 應該這個中間25吧 13乘2-1 OK 25 然後底下的話呢 再把這個顛倒過來放 另外一邊就會有一個 所謂的菱形 OK 那 另外呢 同學問到 如果今天假設 我除了說畫一個菱形之外 如果今天希望怎麼樣 也希望能夠另外一邊呢 再畫一個一樣的菱形 也就把這個菱形喔 旁邊再加一個 怎麼把它加過去 有沒有 讓它產生另外一個 甚至還可以 第二個做到第三個 第四個都可以啦 可不可以啊 那只是說要怎麼畫 那這個地方的話 可能要特別注意喔 因為我們在繪製這個等腰三角形的時候 其實只有繪製這邊的空白 有沒有 這邊都有空白 但是這邊沒有空白 有沒有 這邊的空白 我們沒有把它補上 所以喔 如果你想要畫另外一邊的話 第一個 一定要補上這邊的空白 OK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 再把這邊的東西 在這邊再輸出一次啦 等於是說 再輸出一次的話 那基本上喔 就可以完成我們要的 所以其實也許啊 你們在做兩個菱形之前 也許可以做兩個三角形 比如等腰三角形 再把它變出另外一個等腰三角形 有沒有 如果這個可以的話 那另外那個菱形應該也可以 如法炮製了 也可以把它照著同樣的方式來做喔 那這個部分也許可以先試著想想看 其實這邊很多變化了 甚至是 因為明天夜戰夜嘛 甚至你可以嘛 利用那個等腰三角形畫個夜戰數嘛 對不對 硬緊一下 OK 那資料怎麼做 再想想看 我覺得程式喔 當然它有趣的地方就是 就是程式要不斷的變化 然後呢 感覺永遠寫不完的感覺 OK 那其他還有像壞圍圈 怎麼變更 其實有三個地方變更 其他地方大致上都差不多 第一個就是它的初始值 初始值 I可能要自己加一下 第二個的話呢 邏輯可能放中間 第三個的話 離家啦 也就是說 如果你要把縫圍圈改成畫圍圈的話 大概要改三個地方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喔 理論上喔 如果適合用那個縫圍圈寫的話 你如果改畫圍圈 基本上就 感覺程式變得比較冗長 但是還是有很多人這樣做啦 比如說1加到99 如果用畫圍圈來做的話 哇你會發現喔 多增加很多東西啦 多增加幾個東西 第一個啦 我們初始值 I要等於0 這個一定要自己加 第二個的話呢 把if後面的那個 for 把那個for 後面的那個for I in range 這個in range的話 可能要給它一個條件 所以畫我後面是一個條件 那第三個就是你的step step就是每次都加1啦 你變成你要自己獨立寫 反而變成說本來只要寫一行的 那這個地方變成要寫三行 OK 所以畫圍圈 只能把for回圈改畫圍圈 那主要是把兩邊比對一下 那其他好像直數的判斷 然後另外的話呢 我們還有講到有關就是那個 1加到9 這個 那個拆數字遊戲 1到20 隨便拆 所以這裡的話會多增加一個亂數 也就是有點像 就是有點 你甚至可以拿這個來寫一個模擬大樂透開獎的程式都沒有問題 也就是你要亂數 有點像 從那個桶子裡面隨意抽一個號碼出來 然後呢 我就去猜 OK 那這個一定是random 亂數的 那怎麼做 請各位也許先把那個 上個禮拜的這個部分先打開 那待會先想想看 如果 假設我們做菱形之前 也許我們先想想看 做兩個 兩個三角形好了 我們也許先不要那麼大 我們如果三角形做得出來的話 那菱形應該也可以做得出來 OK 請各位試試看 輸出 這個 那當然 等下三角形 那我們原來是輸出什麼 輸出一半而已 有沒有 那一半實際上就是這個地方 我記得好像我們是 這個本來是乘以I啦 OK 有沒有 乘以I的話是輸出變這樣 一半而已 可是另外一半要怎麼產生 那我原來的想法是這樣 就是因為另外一半的話 基本上 就是這邊 那它的結構的話 有點像什麼 這邊是I嘛 然後再來就是 13 5 7 9 有沒有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偶數 偶數 所以蠻多方法的 你要 我跟你講 產生激數 135 7 有沒有 那每一個就是 激數的輸出數量 對不對 所以如果我今天呢 前面的空白都不要理會 因為前面空白應該都沒問題 主要是輸出幾個信號 OK 那輸出的話第一次是1 第二次是3 再來就5 再來就7 好 169 所以一個輸出來 應該最後應該是25吧 OK 那可是 所以我們可以整理出一個公式 就是 如果我今天要得到這樣的公式 輸出的結果的話 那該怎麼做 我上禮拜講過啦 兩個方法 要不就是 把它用step 只是說step的話呢 後面公式好像相對比較複雜 但另外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我們從i去著手 i的話呢 當然它第一次是1啦 可是第二次如果說 我希望變成什麼 變成它的 等於變3的話 那我有什麼公式 可以剛剛好符合這個 這個要求 而且喔 這個 可能要跟i做一個結合 因為i它是第一次是1 第二次是2 一直到13 所以i是1到13喔 OK 1到13 那我如何用這個i的1到13 變成1到25 中間剛好就是間隔2 有沒有 所以你可以用推理的 一般習慣是 我如果有個i 我要怎麼把i的這個值 變成1到25 中間間隔2 所以我就想說 那是不是說 我可以把i乘上2 那i乘上2的話 那第一次就變成2了 所以我這樣直接 當然有時候 如果你推理 不太確定說 你結果對不對的話 沒關係 你可以先run一下 你會發現run完之後變這樣 2 4 6 8 10 變成說 偶數少一個尖尖的地方 那我再來就怎麼樣 最簡單的方法 怎麼樣 把它減1不就好 記得把它刮五起來 因為我多一顆心 有沒有 246、8、10 到處又26 剛好多一顆心 那我就把那顆心 減掉不就好 所以把它執行的話 有沒有 剛好就等要三角形 有沒有 所以有的時候 如果假設說 你不太確定說 你輸出的結果 是不是符合要的 沒關係 你可以先 先推理 然後先試一下 不見的一定的程式 就要整個把它寫出來 那第二個 如果我今天希望 在旁邊再放一個 放個等腰三角形的話 這個地方 恐怕就是 幾個方法推理 要不就這邊 這邊空白部分 空白部分的話 要怎麼放 等於是反向 所以 當然 我的推理是這樣 我的推理是 第一個 我們這邊已經做出來了 但是 它的空白這邊 有沒有 空白這邊沒有加 如果沒有加 會造成什麼 就你如果再補一個 等腰三角形過來的話 它會亂掉 所以你假設 我比如說 我再一個 理論上 當然就是把上面程式 複製一下 如果是這樣 然後把它貼到底下 當然理論上 這邊是一個三角形 這邊應該也是一個 輸出 輸出 看起來應該是對的 可是我們輸出給各位看一下 知心 你會發現 變成 在底下出來 而不是在右邊 如果我要在右邊的話 那我應該做哪些事呢 如果把這邊再加一個 那應該怎麼 加在這個程式當中 OK 所以 理論上應該是要先把空白先補上 然後再補這一段本身的程式 補在這邊 而不是補在下面 那可是要怎麼做 也許請各位先思考一下 待會兒我們來解這個部分